她是澳门赌王最美妖女,18岁就拥有20厘海外豪宅,试问有多少个男人追得起。 图片来源,和邮军微博、Instagram 。 女儿,是男人的前世情人。 因此,多少个爸爸甘愿成为女儿奴?澳门赌王和洪老来的女,78岁才和四泰梁安琪生下河超新这个老妖。 图片来源,为几百科。 1999年出生的她,如今以偿的婷婷玉丽,继承了和家精致绝美的五官,活脱脱是一位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。 图片来源,和邮军微博。 在学术方面,她品学兼优,充满了文化教养气质,而且小提琴、钢琴、芭蕾舞、滑雪、骑马等样样精通,非常具有淑女风范。 图片来源,和邮军微博。 图片来源,和邮军微博。 是真正韩,是真正韩住今所持出世的千金小姐。 她年纪轻轻就作用20亿海外豪宅资产,让很多男人联想追求的念头都不敢冒起。 图片来源,和邮军微博。 澳门资产,和邮军微博。 澳门资产,和邮除了有5个英伟的儿子外,更有11位甜美可人的千金。 面对这位最小的女儿,资产不但对她宠爱有加,并渴望望女成凤。 当年11岁的何超新还未在香港念完小学,便飞到英国读书,为日后在当地读书呼噜及适应环境,并在当地名校Russell School参加夏令营。 每年她生日,赌王都会送她金币,更形容这位宝贝女儿漂亮到不得了。 从小在幸福与奢华的环境长大的何超新,自己也曾经说过,我想要的都有。 图片来源,和邮军微博。 去年,何超新参加了巴黎名园舞会,Bell as Debutants,一场聚集了20多名,由16至22岁,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名园淑女的圣诞舞会。 出席这个舞会的名园,必须要颜值高,身材鲜瘦,有顶级家庭背景,还必须多才多艺,不是有钱就可以参加的。 图片来源,和邮军微博。 独王的小公主,是在场唯一一位华人。 本来就是美人胚子的她,穿起全世界只有一条的戴尔高级定制婉装裙,翩翩起舞,掀起十足。 当天和赵时,她更是被安排站在第一排的中间,更是显得她的身份与地位出众,得到了最高的待遇。 除了得到父母的疼爱,和超新的哥哥和邮军,更是一位超级被美控。 每逢她生日或是毕业典礼时,她都特地飞12小时到英国伦敦陪她。 妹妹十七那年,她更是在社交媒体宣示主权,贴上一张妹妹手中戴戒指的照片,并表示说,我妹妹已经有戒指,所以你们都没机会了,请试也别试。 够赞碰我妹妹的,我会把你杀掉,然后开开心心地去坐牢一辈子。 说实在,这两兄妹的互动比很多行人都还甜蜜。 那是因为,哥哥三岁那年,在幼儿园学会了什么是弟弟妹妹,然后每天都去请求妈妈给她生个妹妹。 没想到,几个月后,妈妈真的怀孕了。当时,哥哥暗恋的女生叫恩恩。 所以,当妈妈问她想给妹妹取什么名字时,她说心心,广东话发音和恩恩一样。 哦,原来,贝美是哥哥的初恋,难怪她把她当成女朋友一样横迈。 杜王对这个儿子是穷养,但和尤军对心心却超舍得花钱,给她送了两台劳斯莱斯,包括一辆八百多万的劳斯莱斯幻影。 看来,何超新真的是世界上最难追的千金。 除了使身家显赫之外,想要追求她的男人,还得要过她哥哥这一大馆啊。 男人们,你们好自为之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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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